60年前,前苏联在冷战时期,写下了人类的太空历史 抢先对手美国把第一枚人造卫星和第一名人类送入太空 在这一段辉煌的历史过去了60年之后 俄国现在希望能够重振当年的雄风 不过却面临经费不足和西方制裁等等障碍 在中国的太空科技崛起和美国一较高下的新情势之下 俄国在新一波的太空竞赛之中,可能难以恢复旧日的辉煌 1961年4月12日,苏联写下人类历史 将太空人加加林送入太空 加加林搭乘的苏联建造的首个太空船东方一号 成为从太空观看地球的第一人 而美国则是在次年的2月,才把首名太空人成功送进太空 完成绕行地球轨道的任务 当时政治冷战时期,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资本主义 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展开对抗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进行争霸战 大秀各自的实力,要争夺世界的霸权 当年苏联在完成世上首次的载人太空飞行之前 其实已经在1957年10月4日 把人类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使普尼克一号送进轨道 苏联毫无先兆而且成功地发射首枚卫星 震撼西方世界 自此也揭开了美苏的太空竞赛 在发射人造卫星的竞争当中 美国同样晚了苏联一步 美国太空总署在四个月之后 才让美国的第一枚人造卫星成功升空 如今在苏联送出守卫人类上太空的60年后 俄国虽然能对太空领域深具雄心 不过这一次 俄国要实现这些壮志的能力显得局促有限 过去数十年 俄国曾经宣布多个太空计划 不过这些计划规模宏大 所需经费不资 加上西方国家对俄国太空产业的制裁 因此在资金面临困境 加上成俄的官僚体系 让俄罗斯的太空计划难以落实 同时 许多新太空计划的军事企图意味浓厚 并不是单纯的太空科学探言 各方面的限制 也让俄国的新太空计划几乎看不到实现的一天 已自1960年代使用至今 由苏联建造 负责运载太空人的联合号太空船为例 俄国早在十年多前就宣布 要更新联合号太空船 不过 新太空船的名称更换了数次 但是到今天 还没有看到下一代太空船的推出进程 事实上 美国也曾经大为依赖这一艘太空船 2011年 美国的最后一艘老旧太空船除役之后 美国便向俄国支付庞大的费用 让美国的太空人可以达成联合号 来往在太空轨道上的科学研究设施 国际太空站 而这一段仰赖俄国太空船的空窗旗 终于在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exX在2020年5月底 成功发射载人太空船之后 画下了据点 也为美国的太空发展 垫下新的里程碑 长期观察太空发展趋势的部落客 格洛夫就说 未来的商业和政府的太空发射计划 俄国的地位预料会被SpexX取代 俄罗斯研发下一代太空船的计划 持续在进行 虽有打造出联合号的 俄罗斯能源火箭太空公司 承接进行 不过 该公司的飞行任务负责人 也曾经是俄国太空人的卡雷利就坦言 距离首次的试射 还有段长路要走 从冷战时期到今天 新一波的太空竞逐 已经在中国太空科技崛起之下 再次展开 而中国想借俄国一臂之力 汲取其在太空研究的知识和经验 不过 这场表面是中俄联手对抗美国的太空竞赛 俄罗斯恐怕只能从曾经的霸主沦为配角 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 去年在SpexX顺利完成发射任务之后说 俄国正在打造一架超越SpexX的火箭 并且计划重返金星 不过法新社报导质疑 现今的俄国恐怕很难单独实现这个雄心 特别是俄国近年来 均被费用增加 而太空总署的经费却逐年下降 俄国先前和中国共同宣布 将在月球探索等太空研究领域加强合作 而中两国因为西方加强对俄国的制裁 以及国际抗中浪潮升高 而显得更加靠拢 去年底成功取回月球表面岩石样本的中国 希望在俄国太空研究经验的加持之下 一起在月球表面或者是轨道上 打造国际科学研究站 而不必看美国的脸色 纽约时报报导 过去是太空近竹主角的俄国 尽管当前和中国的合作 可能会重塑太空探索的地缘政治 不过这一次 俄国可能只会成为 陪着美中竹竹的配角 阳广编译 张亚涵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